各位老师爷们们您吉祥啊 小丸子这箱有礼了 话说FIF18的发布也算是有段时间了 万额也是没有闲着 基本上有空了就给大家公点视频 不过老观众最为熟悉的进攻防守教学片呢 确实迟迟未见踪影啊 毕竟17这一代呢 万额没怎么玩 确实手有点升18的重新拾起来呢 也是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 不过呢 这阵子算是慢慢进入节奏了 万额感觉这游戏呢 有一点一直没变啊 防守还是取胜的攻击 所以呢 虽然希望万额介绍Skill Moves的朋友是更多 但是这把呢 还是容小一半子 任性一回啊 先来讲一讲防守方面的要点 毕竟我想90%的玩家都承认啊 FIF18的这个防守呢 比较的难 几乎呢 每场都能上演大比分的对攻啊 顺便说一句呢 万额其实并不太喜欢这样的改变啊 进球太多了 比较的脱离现实 不过刚刚出的补丁的猫次也没有修正这方面的问题啊 我们只好是一边等待 今后的补兵呢 能够改善这方面的状况 一边的夯视自己的这个防守功力啊 毕竟出不出补丁是EA自己的事啊 姿势水平的提高是我们自己的事 更何况今天帮我介绍的呢 其实是一个具体的防守技巧 而不像之前那样啊 更像是那种宏观上的概念啊 并且非常非常非常的简单 这么说吧啊 我不知道今后我还会对这个FIF18出多少的教学视频 防守的进攻的都算上 我只知道一件事啊 绝不会有另外一个视频能够达到今天这期内容同样的性价比了啊 所谓知识点的性价比呢 当然指的就是易用性与对姿势水平提高程度的这个比例了啊 怎么样是不是还有点小激动呢啊 不过激动归激动啊 我们今天正式开始之前的小万子还是想对屏幕前流着口水的大家发出一句灵魂拷问 点赞了嘛就好意思看 好了啊 赞也点完了啊 我要承认一件事情上面扯皮了一大堆 完全是因为今年的教学内容呢 实在是太过简单 导致我不得不费几句话啊 拖一下进度条啊 啊那么不卖关子了 到底是什么让万恶的防守成功率提高了50%以上呢 答案就是啊 永远只手动操作中场队员来防守 嗯就是这样 呃好像已经讲完了 呃不能这么坑不能这么坑啊 毕竟还是要给以后开包攒点人品的啊 那么万老师呢 现在还是来好好的分析一下这个知识点啊 我们知道在现实途中呢 这个防守者单独面对对手的持球队员 其实都是非常被动的啊 在游戏中这一点呢 被很好的继承了下来 各种大汤啊SM啊 都可以一溜烟的让这个防守队员吃屁啊 即使是你再全身贯注 再结交结造 再会做螃蟹步 仍然不能保证一定能够凭借一己之力呢 阻挡高速奔向自己的这个对方的前锋啊 飞幅18中呢甚至加入了单独面对这个球员啊 啊 冲前方按加速以人球分过的这样的效果 简直就是活脱脱的在嘲讽我们可怜的后卫们啊 啊 所以说呢 啊 后卫应该是防守的基石 但不是最终抢夺球权的那一个啊 如果一场球下来呢 强断都是后卫们最多 那么舆论一定会大骂后要再吃屎啊 对的 现在你明白你的防守为何如此的脆弱了吧 因为你本就搞错了后卫们的角色啊 啊 通过现在看到的这些例子呢 我们可以发现啊 这一代的AI协防呢 也许确实被nerf了不少 但后卫AI自己的这个位置感呢 好的还是在第一 即使我们不手动的去操控他们呢 他们也几乎不会失位啊 这是我们这一套系统的这个先决条件 在这样的一个天气下呢 我们操控一名中场队员去执行所谓的球在哪 我在哪的这个无脑断球策略呢 其实成功率是相当高的 你可能会觉得 球在穿地中 人怎么能快得过球呢 词话不假 但是尝试告诉我们啊 当球越来越接近对方的进去的时候呢 传球的空间与可供选择的进攻余地呢 都越来越小啊 从球自己的角度来说呢 速度其实也就是越来越慢了啊 这时候我们高速从后方袭来的CM或者是CDM 其实是占据了很大的优势的 配合我们已经在进去前啊 扎好马步的摆好阵势的我方后卫啊 对方的这个持球队员呢 瞬间就是成了加薪饼干 就这一两秒的慌乱 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的功夫啊 球圈很有可能就已经易主了啊 好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几个实例啊 在这个例子中呢 呃 我在中场丢球啊 性质比较的危急 如果说咱们今天讲的这个简单的防守方式 在操作层面真的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一点呢 那么就是需要你手动操作啊 切换到CDM或者CM的这个步骤啊 因为你一旦卢望恶这样丢球之后呢 系统很有可能自动把光标切换到你的后卫上啊 这时候你无论怎么按L1啊 光标都只会在这个各个后卫之间啊 切换 想要手动切换到自己想操控的球员呢 你必须拨动你的这个右摇杆来找人 啊 大家看到因为阵型比较混了啊 万娥也是尝试了好几次之后呢 才成功的将这个光标切换到了我们的CM啊 泽林斯基的脑袋上啊 泽林斯基啊 不愧是一位老斯基啊 奔着球直挺挺的就去了啊 而对手的这个红贝贝呢 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菊花 已然是手刚一出球呢 啊 自己的阵操就没有保住 羞愧的红贝贝 脸上在此刻也是红成的后屁股 那么再来看这个例子 又是一次危险的这个中场丢球 对方发动了快速的反击 三倒两倒就深入到了我方的腹底啊 这时候我们发现了什么呢 一 虽然对面看似效率很高 但是球到了拉师傅这里呢 其实也就是到了终点啊 再往前传呢 就传给我们家门将了 所以拉师傅只能无奈的 减缓的球速开始思考人生啊 二啊 我没有像往常那样赶紧切换到后卫 而是操作比罗啊 布罗佐维奇紧追不舍 此时呢 我们也可以注意到我方的几个后卫们 尤其是库里巴利和曼罗拉斯 这两位CB啊 虽然我没有手动操作他们 但他们还是在文件的做着退房啊 相当的溜啊 那故事的结局呢 一定还是老样子 比罗心满意足的 暴露了拉师傅的句话啊 我们也得以重新的 开始组织自己的进攻 那么有同学要问了 你这属于在对方反击时候的防守方式 面对阵地战这一招 是否还管用呢 答案是肯定的啊 在阵地战的防御中呢 我们同样是操控一名中场球员 注意力呢 集中在我们现在途中 高亮出的这一片 禁区湖顶附近的区域 目的是不能让对方 舒服的正对我方的球门来拿球 因为这片区域不大 我们完全不需要切换光标 仅仅凭借意识操作 以及电脑的AI的这个控制 牢牢的把住自己的位置 杜绝一切的这个漏洞的出现 在接下来拼的就是 双方的意志力与耐心了 相信万恶 只要你能撑得住气 不乱出脚啊 最终对方必会出现疏漏啊 在这个片段中呢 其实最终并不是 万恶自己操控的 逼罗截获的球权 但是没差啊 对方自己把球传给了 我家的老司机啊 在这次防守中呢 最终还是以我方的 这个胜利而告终啊 刚才万恶提到这个意识 跟预判这样的字眼啊 是的 这个防守方式的操作呢 并不难 所以算入门门槛很低了 但是想要真正的精通啊 进一步的去提高防守的效率 仍然要求我们广大玩家 从对方的角度呢 去审视绿营场 去猜测下一步球的运行方向 在哪里 其实呢 没那么难啊 通常在同一个时刻呢 对方的传球选择最多 也就两三个 要往前深入的越少 在这样一个例子中呢 哪怕我操控的是防守能力 勒弱的前腰J罗同学啊 凭借良好的预判 依然一个潇洒的12度弹腿 夺回了球权 在稍后我们又是把相同的故事 用阿朗奎茨再次演绎了一遍啊 特里说啊 这第一次的这个强断意图呢 让人一笑大方 但是又如何啊 春爷们真汗的站起来 几个大步卡卡追上了 又做了这第二次的暴剧尝试 最后呢 球还是脱脱的回到了我们的怀抱啊 其实由于这一招过于阴霸 别说前腰J罗了啊 就连前锋啊 如红背被吃溜 进球进麻木了啊 想要刷几个强断的数据的话呢 也是手到亲来 好了啊 那么例子看的足够多了 原理也解释的比较清楚了 相信大家呢 可以明白这个防守技巧的奥义了 剩下呢 就是进入这个游戏 自己去尝试一下了啊 其实这个方式呢 并不是到了FIFA18 才被开发出来了 很久之前呢 就有玩家开始使用了 在FIFA18的防守总体 被削弱的这个大背景下呢 这个方法的这个实用性呢 也就更加的凸显了 每代游戏的进攻 都可能存在着那么两三种啊 显得比较高效的所谓的套路 而在这个防守 因为在形式上 我们永远是处于这个被动的地位的 那就更要求我们提高注意力 做好临场的应变 所以没有什么万能的防守策略 这一招后腰回追暴局大法呢 也不是应对所有的防守情境 都管用的 想要解锁其他这个姿势技巧 以及进攻端的内容 比如说花式动作啊 或者是脚球 或者是任意球等等呢 还是要关注一下万恶的频道 一直follow万恶的更新才是正道呀 好了 那么当然了 也欢迎大家呢 加群讨论 毕竟大家一起切磋约炮啊 才能够解锁更多的姿势嘛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我是万恶 咱们下期再见了啊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